威王闭目深思 有轻 威王缓缓睁开眼 望向宫门处 半是自语 半是回应 看着门外 冰天雪地的 如何征战呢 按照惯例 冬日农险 正是狩猎征战的世界 威王再老再昏 也不会不安此刀啊 碧江和邹记互望了一眼 各入困惑 碧江急了 不再顾忌光鲜的言辞 直输兄弟 父王 我东是大海 无地可取 西是三进 亦不可争 眼下可徒者 唯有燕帝与四下 老燕公驾崩 新军失道 列国皆在争秦 无暇东顾 我师出有名 正可若燕取地 秦不可施啊 羊儿啊 无急必反 事物用急啊 你阿子之躯 得欢燕国石城 寡人 已知足矣 碧江正自私存 宫门响动 当直内臣奏道 六国共向苏秦求见 几人皆是一争 尤其是田碧江 脑子使不过来了 此人不是回乡醒秦了吗 缘何会在此处啊 还是威王反应得快 轻叹了一声 此人一来 即使这时程 怕也守不住了 碧江邹记心里皆是一揪啊 目不转睛地望着威王 威王一脸无奈 两手一瘫 转队当直内臣 传指六国共向 明日尘时 大朝觐见 当直内臣映上去了 威王转望碧江 江儿啊 方才听你说 上大夫奏请旨意 这就给他一道旨意 即刻撤军 增援田击 既然不准备 涉合积烟 既然连这时程也守不得 为何又要上大夫 撤回纵军 增援田击呢 田碧江越发愣着了 盯住了威王问道 父王 华人 疲累了 这要歇息去了 威王起身 在宫女搀扶下缓缓 走向了寝宫 一日 齐宫大朝 因要召见六国 共向苏秦 齐威王特意在宫门外 摆出了庞大仪仗 朝堂上 更是百官肃立 气愤森严 殿下后旨厅里 苏秦 习坐于地 神色静暮 似在闭目养神 公子快 存不住气 小声问道 苏子 何间石城 已是齐王口中肥咯 你却请他归还 齐王他 会允准你吗 苏秦摇了摇头 当然不会 那 那苏子 既知齐王不允 为何还要来讨呢 齐王不会允准在下 却会允准公子 这也是在下 求公子同来的应由啊 啊 我 公子快先是大争 后又沮丧 苏子说笑了 在下既是亲母 这又不容于夫 一如丧家之犬 保命已是大兴了 何能为燕国讨回城池啊 苏秦未及回话 传旨大夫 在厅外唱宣 吴王有旨 请六国共相 苏秦上殿 金剑 苏秦阳光 起身 对公子快道 公子 手于此处 等候在下 苏秦跟在船指 大夫身后 走进了殿门 小步屈前 在殿中央 叩见威王 再败后起身 仰天长笑了三声 又扶手 长哭了三声 大名鼎鼎的苏子 形势如此奇怪 朝中百官 无不让他给搞晕了 威王 慢慢地眯起了眼睛 请问爱卿 三笑 为何 苏秦朗声应道 臣冲天三笑 侍卫庆贺 一笑贺齐国 二笑贺齐人 三笑贺陛下 请言其详 贺齐国 阔地百里 贺齐人 增盯十万 贺陛下 心得十成 谁都听出苏秦 是在说反话 众臣 无不测目 威王的眼睛 依旧眯着 身子 略朝前 清了清 爱卿三哭 又是为何呀 苏秦缓缓缓应道 臣向第三哭 侍卫平调 一哭调齐国 二哭调齐人 三哭调陛下 哼 清言其详 哭齐国 阔地百里 哭齐人 增盯十万 哭陛下 心得十成 众臣让他给搅糊涂了 一番愣着 带反应过来 面上各成韵子 然而苏秦身兼六相 自然也是齐相 在这朝堂上 帝位当在 邹记之上 能够镇住苏秦的 也只有齐王了 威王不表态 谁敢乱说呀 然而老相 邹记憋不住了 苏秦在列国 出尽风头 邹记心里本就不爽 这一阵 又见他大闹朝堂 说的竟是歪礼 实在难忍 看了一眼必将 见他仍在思索 遂跨前一步 朝着苏秦拱了拱手 苏子庆调香随 皆为实成 敢问可有说辞 苏秦显然不想与他多话 冲他拱了拱手 目光转向了威王 邹记吃了一鼻子枪 正子尴尬 威王的眼睛 稍稍睁开一些 冲着苏秦微微一笑 为邹记解围道 邹子所问即是 请问苏子 请调节位时成 何以相随之素也 苏秦拱手应道 陈曾听闻 古有一人 因机进死 四处密石 得石乌头 秦赶问陛下 那人会否实用 威王摇了摇头 那人为何不实呢 威王的目光转向了碧江 是一塌打 必将应道 乌头为毒药 虽能果腹 却不免一死 苏秦转过身 朝他拱手道 殿下所言即是 饥饿一死 石乌头一死 同为一死 敢问殿下 那人何不做个宝鬼呢 同为一死 死于乌头苦甚 谢殿下示意 苏秦拱手谢过 转队威王与众臣 拱手一圈 朗声道 陛下 殿下 还有诸位大人 焉之石成 犹如鸡人之石块乌头 得之且喜 实之却悲 苏秦方才 为何庆吊相随 皆为此故 苏秦如此作彼 众人一时不解 无不惶恐 面面相聚 即使一向老谋深算的 邹机 这时也入困惑 闭目深思 威王深吸了一口冷气 轻声问道 苏子将石成 比作石乌头 敢问何居 苏秦从容应道 陛下 焉之石成 犹如鸡人手中之乌头 得之义 石之卫养 臣非威严耸听 天下情势 史然 敢问 情势如何 方金天下 大国有期 齐 楚 秦 燕 韩 赵 魏 师爷 自去岁 迄今 天下以 韩古官 二分 关东 六国纵亲 共抗关中 义秦 纵亲 蒙曰 未干 大王却为一时之愤 以一国之力 而敌天下 臣 且以为不知 威王 仰回了身子 苏子言大了 燕国太子 师道 七下 王上 逼凶 是父 谋窜 大魏 滥杀 无辜 多行 不义 寡人 爱女 无端受害 临难之前 向寡人 血书求救 寡人 忍无可忍 是才 兴师问罪 为爱女 讨还公道 有何不可 微臣所言 断非 威严送听 敢问陛下 以其 眼前之力 能敌天下 否 寡人 不过 取他 实诚 与天下 何干 臣 请为陛下 息之 燕公 驾崩 太子 席位 不为 窜上 师父 一说 尚无 实据 燕国 新军 激励 燕人 拥戴 亦不为 师道 至于燕军 滥杀 无辜 微臣 从燕帝来 以臣 目力 所及 此说 不足取信 今陛下 以罚罪为名 取燕帝 实成 也已 关联天下 如前所言 天下 二分 非 纵 即 秦 齐国 既已入宗 蒙曰 莫计 未干 陛下 却取 亲国 实成 纵 亲列国 人心 必寒 燕国 新军 以纳 秦女 当为 秦公 少婿 翁婿 一家 秦燕 既已 结亲 其 略燕帝 秦人 必分 若是燕人 报复 秦人 鼎持 纵亲国 以合力 谋齐 陛下 如何应对 臣以为 陛下 以实诚 而含 天下之心 得不偿失 故以 乌头 欲之 苏秦 与弼 终结 京剧 因为没有 谁能考虑得 如此 长远 魏王 山子 大幅 前卿 哑声 问道 以爱情之鉴 寡人 该当如何呢 老丹远 祸兮 福之所以 福兮 祸之所福 福祸相倚 古之善事者 善于转祸为福 若是大王 听臣 可撤征军 归焉 何间 石城 焉不战 而得石城 必喜 为 赵 汉 楚 诸王 得之王 为爱女之故 罚焉 取其石城 又为纵亲之故 撤军 归其石城 必喜 纵亲 亦故 秦宫 知王 因秦女之故 归焉石城 亦必喜 大王 亦举 而得诸喜 以石城 取天下之心 何乐而不为呢 齐王听了 哈哈 长笑了几声 手指苏擒道 好一张利口 寡人 佩服 齐王又转向了众臣 诸位爱卿 还有何揍 见进阶无揍 于是他摆了摆手 三朝 苏秦仍旧住在 冀下 威王赏给他的官邸里 三日之后 齐王派王年 盛请苏秦 至雪宫小宴 苏秦叫来了公子快 走吧 公子 燕国能否讨回石城 就看公子的表演了 公子快忐忑到 我 我 我 如何表演呢 待会儿见到齐王 你不可视他为齐王 那 那 那是他为何呀 为外公啊 外公 对啊 他是你母亲的父亲 自然 是你外公啊 公子快点了点头 仍是迷惑 这 那 那 那在下 该当如何表演呢 想想看 假定你是寻常百姓 你父 网杀你母 你外公 为女报仇 叫人强强你家一头牛 你父不肯 叫人夺回这头牛 一边是你父亲 一边是你外公 皆是你的亲人 你不想让这两个亲人 为这头牛拼命 于是自高奋勇 寻你外公讨牛 这要见面了 你 该如何讨呢 我 我 公子快被苏秦说得伤心 泪水就流了出来 我 我除了哭 还能砸套 对啊 你就哭啊 啊 公子快忘了眼泪了 大争 我 我哭 见你外公后 一句话不说 跪地就哭 越伤心越好 至于这头牛 又再下去讨 公子快松下一口气 点头殃云 二人坐上王碾 来到了雪宫 二人觐见 公子快一身笑福 一进宫门 即叩首余地 悲叫了一声 外公 于是放声悲哭 苏秦至其合纵的时候 公子快 是燕国的副使 威王原本见过他的 但这一阵 他一身麻福 又这般悲哭 竟然认不出了 指着他 问苏秦 此事何人呢 苏秦揉了揉眼 是陛下的亲外孙 是陛下的亲外孙呐 燕国长公子 极快呀 哦 快儿 你怎么来了 公子快闷住头 指示背后 威王向他招了招手 快儿 来 让外公好好看看你 外公 公子快跪前几步 宛如一个受尽委屈的 孩子 一掌